你说 你说我这反应 是不是有点过激啊 是 你说你让我在网上 查这老半天 你是不是给自己 回家找个理由啊 那本来就是嘛 那你说 那人都是一个社会人 什么叫社会人 社会人就是 得在社会上生存的人 那社会上生存的话 那多多少少 可能会碰见一些 应酬啊什么之类的呢 碰见一些生意上的伙伴呀 工作上的同事啊 领导啊 什么长辈啊什么之类的 在一张酒桌上 你说我不能喝酒 我回家我老婆得说我 那你说像话吗 那肯定呢 别人也得说你 怕老婆 或者说你这人 怎么这么难相处啊 怎么这么难接近啊 怎么这么摆谱啊 都会说 所以我的意思就说什么呢 就是说你爸在家里 你对果然你可以 随便怎么样 要抽就抽 要打就打 要嘛就嘛 但是在外边 你最起码你得让他 活得像个男人 你说你这么有道理的话 你不早跟我说啊 我 我怎么没说呀我 再说了你在气头上 我当时说的那些 你听得进去吗 有用吗 吃口梨 张嘴 吃 饮饮酒 吃饮酒 你瞧你喝这一样 难受不难受啊 要不要喝点醋 你喝这酒 你说你多难受 真是的 咱怎么喝成这样啊 那男人在外头 有个应酬喝点酒 这是正常的 但是咱家有量啊 是不是啊 你说那没量 你喝成都带上去啊 亲家 亲家 咱别忘了今天的主题啊 今天的主题就是 在怀孕期间能不能喝酒 对对对 这是主题 就是 这说得对 说得对 我也是啊 跟你说了多少遍呢 你记住了吗 我们的工作都白做了 再说了 喝酒有什么好 对身体不好 喝多了还难受 这不是难受不难受的事 现在的主题 不是说想要孩子吗 你要想要孩子 你就不应该喝酒 你喝了酒 就不应该要孩子 你说到时候生出一孩子来 那吹颗布端腿呢 怎么办呢 你说什么呢你啊 不是 不是 我不是就是那意思吗 什么意思啊 多不激烈啊 不是 不是 怎么样 难受不难受 一 要爸给你抠抠 我去讨厌 好 Ну Ну 我吐了 吐了acer 行了 请点 你们这样就是虚寒问暖的 这助长了什么呢 这只能让她 更加分不清是非黑白 咱今天就是 就是给她个教训 就是让她明白 这个危害性 她越难受它越能长记性 是不是果然 你今天 你当着我们三个面 你表个态 你结果你喝酒 你喝还是不喝 你说 爸 妈 妈 我今天我真没想喝酒了呢 你别说那没用的 你就说你之后喝还是不喝 对 说 对 说 说还是不喝 你说了 你说了 就是我的干杯 那个姨姓姓的她老惯惯 她老跟我干杯 妈呀 完了 妈呀 十一点桃子还没回来呢 这就让她给气的呀 完了 我这 这大货 亲家 我这必须报警了 这不报警不行 行行行 咱们先别报警啊 你说把警察叫回来 咱们这脸面也 也不好 是不是 亲家母啊 这会儿你还脸面呢 脸面重要还是孩子的安全重要啊 这真是 你说这大半夜的 一女孩三万 这要出事可怎么办呢 这您要不再打电话 再打电话 找找 再找找 亲家 全打了 她也打 我也打了 全找遍了 没有影啊 所以必须报警了 我找了 您行吧 真厉害 不 这样好不好 这样咱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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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撒出去 咱们四处再找找 如果实在找不着 亲家 咱们再报警 行 听你的 亲家 行行行 我 我也去 妈妈 你在家老师拍什么 妈妈 我是着急了 行了 你现在只要着急了 你别跑了 你跑了你在这儿 就找不着了 就睡觉了 你先睡一下 好 睡一会儿 睡一会儿 妈 爸 桃子 妈 妈 你们怎么来了 妈呀 宝贝 人可乐回来了 你急死我了 桃子 你跑哪儿去了 我妈都急死了 妈 我 我就跟那个姜阳 我吃个夜宵 我没拿 我没拿手机 那你也不知道 往家里打个电话 你敢把我们都急成什么样了 不是 妈 我 我 你给果然我 我出门不是跟你说吗 我跟姜阳吃夜宵 你怎么不跟爸妈说 不是 你什么时候跟我 我妈跟我说来着 我喝多了 我忘了 承认喝多了吧 喝 喝 喝 行了 今天都不说了 赶紧洗洗睡觉啊 宝贝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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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说送送你们 你送什么呀 你送什么呀 我快点那样了 我没她 她 她开着 她在这边呢 她开着 她开着 听我说亲家 她不送她也不放心 行吗 你在家待着 我们还不放心呢 走吧 我妈我 有点好点的 好点的 好点的 她开着 我送送你们 这么晚了 你怎么不睡觉呢你 您回来了怎么样啊 怎么样 亏了我去了 真有事 真喝多了 抓了个现象 而且我把她妈 她爸都弄去了 这么晚 她把她妈也给弄去了 那怎么着啊 让她们看看她好儿子 你自己做事 自己得负责任得 那桃子去哪了呀 桃子说跟姜杨去吃夜宵去了 然后说是没带手机 忘了 谁信呢 糊弄鬼呢 糊弄她妈她爸行啊 糊弄我 我一看俩子在演戏呢 这肯定是吵架了 桃子一进门的时候 那神色特别慌张 你看我就看明白了 但是我为了给她们留点面子 没当面戳穿她 但以后她也接受教练 她就赶了 行了行了 赶紧就睡觉去 你说你等我干嘛呀你 我不放心 你不放心什么呀 我还能怎么着 我 老婆 我错了 我再也不喝酒了 我特难受 我都还耽误事 你别生气了 让你今天给我面子 我感到很羞 你别生气了 我再也不喝了 我不喝了 就有你这样的 什么时候不喝 非得挑今天和 你不知道今天重要 这道理跟你说的 我都嫌我自己贫了 你下午还喝不喝 你下午还喝不喝 听见没有我问你呢 下午还喝不喝了 我接下午还喝不喝 你逆看他喝不喝 我等一下 我不要喝不喝 我剛剛在说 你也觉得他喝不喝 你啊 我走了 你还 BLACK 我 Mann 你真的拿来 你怎么喝不喝 我 你太厉害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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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 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整体的设计风格 我马上过去 您看 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这个 我们还需要再想一想 好 好 那我先适配两分钟 处理点小事 马上就来 好 好 你先忙 好 我们再商量一下 你照顾一下 好的 等等 段总 好 兄弟 你看 妈妈你把那腿拿一下行吗 肯定 段总 这办公室挺大 公司也挺够气呗 还行吧 还行吧 反正其实我也就是一打工的 回头我买一房 我装修找你 您可得给我打一狠折 没问题 师傅 我可当真 到时候别赖账 绝不会赖账 您给我们公司带来了业务 就是我们的客户 我们一定认真对待 碎坏说不少了 钱也人们还 我会想要 能够是个人的 要钱 在那里面 你得钱 我得钱 你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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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钱 你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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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到今天大概 三十万六千多一点吧 多少 你是跟我这儿真糊涂 还是跟我在这儿装糊涂呢 你觉得我想装吗 我说我算的有什么不对吗 我说你跟我在这儿装糊涂呢是吧 公司这是利滚利 懂吗 利滚利 你消点事 你消点事 装 给我装啊 你借的这是高利贷 你知道怎么算的吗 算法没写在合同里 我今天帮你算 看好了啊 到今天是六十三万 他要说是不错的 你还没想到这儿装糊涂的 我还没想到这儿装糊涂的 你还没想到这儿装糊涂的 你还要算使用糊涂的 我觉得最近 胎动特别频繁 对吗 胎动特别频繁 跟以前不一样是吧 那关键看到什么时间 是早着还是 什么 晚上特别频繁 是 那走 不是 那晚了我再跟你说 谁呀 李大哥 您可是有日子没来了 都忙了什么呢 甭换鞋了 换一个吧 换一个 没事 忙什么 最近呢 一直跟果长山他们 在老年活动中间 那个 女师妹来了 请 快坐 快坐 快坐呢 坐呢 李大哥 来 你怎么样 还好着吧 我好着呢 您坐 您坐 好 喝点水 对 喝点水 真想喝点 口干舌燥 你妈干嘛了 口干舌燥 那什么呀 我这两天哪 都快憋疯了 又没个人去说去了 后来就想啊 到你这儿来虚导虚导 什么事啊 李大哥 那个 大爷我先回屋 我又不用你 对 对 你坐 你又不是外人 对 对 对 你 坐 坐 你听听也好 李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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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平时那么乐观一人 你今天怎么了这是 你看 这脸色好像都有点不好 怎么着你 你 哪儿不好啊你啊 她不是我呀 我都好了 李逵 也不是李逵 是咱们薇薇 薇薇有什么不好的呀 薇薇不能生育 那 这事采贫医知道吗 哪敢告诉她呀 不能生育 那 妈呀 那 这 这事确切吗 十有八九 她这不到医院做了检查了吗 那大夫说呀 双侧疏卵管堵塞 那就赶快手术吧 结果手术还不成了 成功 那大夫说还有没有可能啊 人家说啊 从理论上讲 怀孕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这不就等于说死了吗 哎呀 妈呀 这薇薇得多难受啊 一见这孩子啊 那叫一个可怜的 一听这事整个人塌了就 所以李逵呢 就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说是自己也是抱养的 不就安慰一下薇薇吗 李逵这孩子心眼多好啊 李 李叔叔来 你听快喝点水 喝点水 李大哥啊 不管怎么说啊 都千万别着急 是吧 咱们共同地想办法 千万不敢急 我跟你讲 着急上午没用 你知道吗 哎呀 妈呀 好看吗 来在路上买的 我们家薇薇皮肤白 穿上这个肯定会选她更白 我是想明白了 咱们是没赶上好时候 我就让薇薇穿所有好看的衣服 把咱们失去的损失 彻底给她多回来 不错不错 颜色很嫩哪 是吗 是不是 苏薇 挺好 挺好 你最近成客户狂了你 一会儿孕妇服 一会儿婴儿服的 你这是 可不是吗 我跟你说啊 我疯了 我现在见什么买什么 我根本搂不住 反正我想明白了 如果我们薇薇给我添个孙女 我就把她打扮成 白血公众 哎呀 天啊 如果给我添个孙子 我就把她打扮成 阿兰德老虎 不过我也挺累疚的 我跟老团长说了 我说我是不是买太多了 你猜老团长说什么 高兴吗 你就买 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是不是 是吧 苏梅 我 这个洗手间 我 我 你有没有发现 这宋梅有点奇奇怪怪的 只要我一说 我给我们薇薇买孕妇服 他就不对劲了 我告诉你 不会是他们家桃子 有什么问题 还不上吗 不会吧 你这么一说呢 她今天是有点不对劲啊 不对吧 而且 是不是 对啊 那要真是这样也太可怜了 不会不会 肯定是肯定是 宋梅她 对 你问问她 你套她话 但你别太直了 你了解她 当着我面的肯定不承认呢 我这水喝多了 我也想去上个厕所 那个 去 去在那儿 好 好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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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梅啊 我直接问了啊 桃子是不是不能生啊 桃子不能生 什么意思啊 是谁说的 是 是 那 采萍说的 其实她也没说啥 她就是觉得吧 你刚才看她那个 孕妇服的时候吧 眼神有点不对 她就有点怀疑 我没怀疑啊 跟你说啊 首先桃子绝对能生 肯定能生 算了吧 你看你这个人 你 你怎么说半截话呢 你 你让我这样心里 多难受啊你 你 什么事 什么事 你说 你 你真别说啊 跟任何人都不能说 特别不能跟采萍说 知道吗 你放心 我绝对不说 菲菲 不能生 二十 你乐什么呀 她说你的女儿不能生 你说她的女儿不能生 你看你们俩 你说 薇薇要是不能生 采萍不知道吗 你看她那个张落呢 一会儿孕妇服 一会儿婴儿服 你真行 姐啊 你说太对了 你看她闹腾的 你说她这个样 谁敢跟她说呀 多大个胆啊 你说彩平的心智多高啊 这多大打击 你们说得对 我跟你讲 你们看出来了 我刚才我就是 心里特别难受 我看得我可怜 你知道吗 太高兴兴 还不知道这种事呢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 千真万确